在接下来一个礼拜里面这个经济的日历啊 礼拜一呢 有个帝国制造业也就是制造业的数据要公布啊 预计版13.9啊 10月是10.5啊 11月的还没出来 礼拜二的这个零售环比增长 礼拜还有什么这个进口价格指数 出口价格环比 10月出口价格指数 10月工月生产环比 10月产能利用率啊 还有个NAHB住房市场指数 9月的增长TIC净流量啊 9月的TIC总净流量 好 那看到礼拜三有NBA抵债获贷申请 10月的建筑许可证啊 10月的开工应该是就业率吧 好 礼拜四有一个初请失业人数啊 救济金的人数 还有一个是什么当周的连续索赔 费成联储商业前景指数 10月份领先指数 10月份现有房屋销售 肯营萨斯城美联储积极到这个市场 那这个沃尔玛啊就比较大公司 这些是财报 这些是财报 我就不多说了 SDC 京东啊 这两个礼拜一有SDC和京东 礼拜二呢 有这个沃尔玛 沃尔玛 还有蔚来 重点画出来 周三呢有个TJX TJX跟蔚来的是有明确的这个做多的迹象啊 是有一个名 再来看到后面的这个有一个NVIDIA科技股业 那我现在手头上是持有科技股NVIDIA 但是我是涉涉发抖啊 他收购了安谋 然后这个季度不知道是怎么样啊 有有明确做多的就就就两个 一个是TJX 还有这个NIO 从我的以往的记录在我看来啊 好 这个这个这个预告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